Hello 大家好 我是Seltzer 非常高天啊 我们今天又来透过影片 来跟各位聊哪一款有趣的车子呢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款车子 其实这个车系我相信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这款车系呢 行骗我看全世界有车的地方应该都有这个车系 可是这款车子却跟台湾的缘分呢 非常的坎坷 因为这个车系呢 到目前为止在台湾断断续续的 一下有卖一下没卖 那么一下是正规进口 一下是特殊进口 一下子是只有水货平行输入 这个车子为什么它的缘分跟台湾这么坎坷呢 而且呢 当年它在台湾正式卖的时候 的确是大红大纸 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 才让这个车系这样子多进多出 其实我已经算不出来 这个车系到底几次进来台湾 几次离开台湾 几次又进来台湾了 算不清楚 但这台车子呢 真的是一台很有意思的车子 毕竟呢 它是行销世界这么多个国家 这么多的地区 销量非常大的一款车子 我们今天呢 究竟要跟各位聊哪一款车子呢 好的 我们来聊这台湘型车 这台车子呢 就是Toyota的Granvia ToyotaGranvia这款车子 在台湾它的名字 并不叫做Granvia 是现在在卖的新款车子 才叫做Granvia 但是呢 当年啊 号称这个荷泰 就是我们台湾的丰田 当年号称是说 它本来也打算用Granvia这个名称来上市 可是呢 在最后一刻喊停 因为其实这个车子 在台湾最后叫做 Hi A Solemio 而且Solemio这个名字呢 它就是西班牙文 意思是我的太阳 而且呢 根据西班牙文念法 因为它有一个L 所以呢 它必须要打个时候 叫做Solemio 炫耀一下 为什么它要改名叫 为什么它在台湾要取名 叫Hi A Solemio呢 是因为 和泰他发现 Granvia这个名称呢 在台湾这边的市场 非常的陌生 虽然它是在日本当地的一个高级化的 一个Hi A Solemio的版本 但是呢 为了要唤起大家对于这款车的记忆 所以最后台湾还是以Hi A Solemio 这个名称 挂一个负名 Solemio来上市 当然啦 在行销上面来讲 主要和泰的宣传 还是以Solemio这个名称来宣传 不会就强调它是Hi A Solemio 就跟我们所谓的Carola Altis 我们一般行销宣传 还是以Altis为主 而不会强调它是Carola Altis 那为什么这个车子 要用Hi A Solemio来唤起大家的记忆呢 就是我们一开始开头 跟各位讲的 Hi A Solemio这个车系 它行销世界上 你可以想得到国家 想得到地区 阿富汗啦 像非洲啊 这些什么海岛啊 什么都会有Hi A Solemio这个车的踪迹 可是为什么它在台湾的命运 就这么的坎坷呢 其实最早最早的Hi A Solemio 第一代的Hi A Solemio是在台湾 有正式进口了 因为台湾是在1968年 逐步开放的进口车 在此之前是为了要保护外汇的关系 所以只要你不是一些什么 你有自备外汇的 自备外汇的 比方说你是侨民啊 你是这个归国的使馆人员啊 什么的啊 基本上对不起啊 这个你要这个向进口商买车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直到1968年那时候 因为台湾这边实施了 国民9年义务教育 那要钱嘛 对不对 国中不用学费啊 那要怎么筹筹这些国中的学费呢 干脆来开放进口车 所以那时候Hi A Solemio第一代 刚好搭上这个顺风车 所以第一代Hi A Solemio是有正式的引进 不过当时第一代的Hi A Solemio 卖的不算是非常的多 因为毕竟它是进口车啊 非常的贵 而且当时啊 这个台湾这方面的市场需求呢 还不是很大 因为Hi A Solemio这个车算是大 台湾需要的比较小一点 所以其实在当时呢 台湾有另外有生产另外一台车 是mini A Solemio 所谓的六合美丽式 那个车子反而卖的好 甚至呢mini A Solemio在之后 在六合停止生产之后 台湾也是有正式进口 那mini A Solemio在台湾的销路也不错 Hi A Solemio因为它单价比较高 所以相信它卖的没有那么多 但是口碑非常好 毕竟是Toyota的车嘛 那么一直进入到第二代前起的时候 那时候呢 也是有透过这些正式的管道 引进了蛮多的 结果呢 台湾这边在1974年 宣布保护外汇的理由 宣布了禁止所有的进口车进口 那当然也包含日本车了 所以Hi A Solemio第二代的后勤呢 基本上在台湾就不太多见了 可是呢 那个时候很妙 虽然是说它禁止所有的进口车进口 但是有少数专案进口了 其实当年有一些Hi A Solemio 尤其我们留到现在的Hi A Solemio 当年是用旧物车的名义 或是用一些特种公务车的名义进来 包括像那时候的Toyota Liner Cruiser 像台湾的林务局呢 也进口了专案进口的一批Liner Cruiser的车子 那个留到现在如果还保有车牌呢 哇那真是凤毛麟角 这是这个期货可居 不过不得不说 那个时候的Hi A Solemio其实开起来不大人性 因为我几年前呢 有一次我一个车友有一台车要卖 本来我想要买来玩一玩 我去试开了一下之后了 哇真的是大人汗 因为当年的Hi A Solemio 第一个没有动力方向盘 第二个呢 它的方向盘基本上是平的 然后呢 它的刹车踏板什么 非常的硬 而且刹车非常的缓慢 因为它的车子是走四轮的古刹 不要说那个年代 像我们现在眼前看到这一台 Hi A Solemio 这个车子呢 虽然它是四轮叠刹 但是呢 它的后面是不是叠刹 我不确定 这个车子呢 其实刹车反应还是有点慢办拍 我一开始在开的时候 还是稍微这个要适应一下 然后呢 这个车子还蛮有趣的一个地方是说 它至少它的配备什么的 尤其它多了一个小小的车头 像我当初在开那个老的Hi A S的时候 没有车头 那真的是胆战惊惊 因为你人体可能会随时变成保险感的一部分 至少这个车子有个小小的车头呢 开起来稍微安心了一点 那么Hi A S呢 经过这样子一番波折之后呢 其实第二代跟第三代 在台湾的数量就非常的少 只有这些专案特别进口的 所以呢 这个车名慢慢被人家遗忘了 那各位会说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又跑了一个Hi A S Solemio呢 首先第一个Hi A S Solemio这个车子 在台湾不是原装进口了 是在这个台湾的丰田 也就是国内汽车来负责生产的 那么这款车子之所以要导入的原因是因为 当时呢 台湾准备要实施所谓的隔州休二日 所以那时候市场上出现了很多这种MPV的休旅车 那个年代还不流行这种教室SUV 像我们现在看到什么 X-Trail啦 Outlander啦 CR-V这些车子 MPV还算是比较流行的车子 那当时台湾的市场上的MPV主流呢 有什么呢 有Mitsubishi的德利卡 有这个Nissan的这个Homer77 这些日系的车子 那Toyota你说它有没有这个休旅车的车型呢 还真没有 因为那个时候呢 台湾还没开放日本车进口 所以那时候Toyota虽然有一个previa 但是不好意思 那是日本原装的车子 那台湾依照法规的关系 你只能是留学生自带回国 你只能就是这个特殊的管道 华侨自己弄回来的 一般正式的管道是买不到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 Nissan就一款车子 钻了一个漏洞 你上了Quist 因为它在美国生产 所以它可以大大方方的进来 那个时候Quist算是 毫无对手可言 没想到你要说的话 大概就是克莱斯的Caravan 这种车子 算是它唯一的对手吧 那么那时候台湾的Toyota就觉得 那干脆呢 既然我们没办法用进口 那干脆我们在就力生产好了 就导入了这一款 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 Hi-A-Solemio 并且呢 为了要唤起大家对它的记忆 所以呢 就取名叫Hi-A-S 而没有用日规的版本的名称 叫Granvia 那一开始呢 台湾引进呢 算是跟这个海外的版本 就差不多了 就是只有引进单一 2500cc这个规格 就是讲白了 这个车并不是2500cc 它是2400cc多一点 那为什么会称为它叫2.5呢 因为很简单 在台湾的税制来讲 台湾的税制呢 是每600cc一个集聚嘛 所以这个车子是刚好超过2400cc 它要缴的税是2400cc到3000cc 那你如果说 你今天是一台2.4的 结果大家买回去发现 它缴的税金是超过2.4的 大家会不开心 那干脆把它静悟一下 变成2.5好了 所以这台车子呢 在行销上面还是讲 它是Solemium 2.5 而且呢 当年呢 Toyota为了要强调 它的修理的形象 而不是商务的形象 所以那时候 在台湾的行销宣传 走得蛮大胆的 它是找一些年轻人 打扮得非常的潮流 然后叫做新兴人类 Hi-A-S Solemium 做了一个非常活泼 而不是我们点击那种商工车 那种死板板的那种形象 的确呢 这种做法呢 还说的 还获得一定的成效 所以Solemium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并没有因为它税金 比较不利 所以它销量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其实这个车子销量 还算不错啦 而且它的售价也不错 更重要的是呢 这个台湾的Toyota 针对它又推出了一些 进化的版本 一些特色车的版本 甚至呢 到后面 因为大家反映说 这个2.5的引擎不是很够力 反正税金急剧一样嘛 所以后来呢 它随着海外 也一并引进了所谓的2.7的版本 甚至2.7的版本呢 还有这个特色车 像Aero 加个大包 加个镀铬铝圈 彩位失调什么的 相当受到欢迎 至于在2.5基本的车型呢 它有衍生出 像所谓的福祉车 所谓的救护车 这些车型 讲到这个福祉车 它也是Solemium 算是台湾第一款 正式贩卖的福祉车 就是说它后面的椅子 可以基于 这个产生朋友们的方便 所以它后面的椅子 可以这样旋转下来 可是在当年 这种概念不是很普及的 所以它的福祉车 卖的不是很多 那流到现在 这个福祉车 反正是个天价 其实不要说 High Solemium 后来台湾在卖的 Xiena 也有这个福祉车型 哇 这个车子也是相当的 一车难求 因为的确 我们现在老龄化的社会 一些老年人 老人家出入不方便 用这个福祉车 可以增加他们出行的意愿 所以这车贵了一点 是没有错 但它的使用性 真的是很够 那讲到Xiena 其实在当时 和泰要引进 High Solemium的时候 是曾经有评估过 要不要引进Xiena 因为我们刚刚讲 这个 这个 Nissan 它卖的Quist 卖的非常好 那是不是 Torota也觉得 是不是Xiena 在台湾有市场 但是考量一下 Xiena这个车 毕竟卖起来 价格比较贵 那还是卖一些 比较平价的 来试试水温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再来卖Xiena 结果没想到 这个Solemium 推出来之后 后来台湾这边 因为加入WTO的关系 就开放日市车进口 所以等到Solemium 卖到一个段落 觉得这个市场 不错了之后 干脆就改成 从日本银行进口 第二代的Previa 来接替这个市场 所以 High S这个时候 又离开台湾市场 因为它等于是 一分为二 就是High S 它比较入门的版本 就由Zeserf 这个车子去接 比较高阶的版本 就变成用Previa去接 而且Previa那时候 卖的相当好 尤其一开始 前面几年台湾开放日市车 进口的时候 那都是有配额的限制 不是说你爱卖起来 就卖起来 现在是爱卖起来 爱怎么着怎么着 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当时的Previa 非常的缺车 其实时至今日 Previa如果留到现在 二手行情还是非常好 不管是二代还是三代 当然Previa没有四代 我觉得也是有点可惜的 不过呢 二手行情好呢 不只是Previa 像我们现在看到 High S,Solemium 你不要小看它 它二手行情也很好 我记得我几年前 那时候帮我以前论文 就是我硕士论文的 指导教授 我们俗称老板 我们老板他有个基金会 他那时候基金会 准备要结束了 然后他里面有两台公务车 一台是Mitsubishi Pajero 3.8的 这个恐怖有力的一台车 另外一台车就是这个Solemium 而且他那个Solemium 只跑了6万公里 我告诉各位 那个车子当时 两台车一起卖 中午车厂欢天喜地 把它收走了 而且那台Solemium 中午车厂 没花多久时间 30万把它卖掉 而且买了车的人 相当的高兴 因为通常这种商用车 可能就是拿来载鱼 载肉 载延肃机 什么的车子里里外乱七八糟的 但是我老板那台车子 因为他们基金会 只是接送车 雇得漂漂亮亮 真是不可多的 我只会吓一跳 因为我老板是跟我讲说 徐同学 你这个有在玩车吗 那看你要不要拿去卖一卖 卖多少 看你就自己抽吧 我是不好意思 而且我说 这种商用车 我比较不擅长 结果没想到中午上 这个收了价 不好意思讲 但是他卖到30万 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后来我去问我一些车友 他们才跟我讲 这种商用车的市场的逻辑 跟我们一般轿车 真的是不一样 因为后面几年 大概几年前 我另外一个车友 他想要带家人去露营 所以他想要说 开这种 Solémio这个车子 毕竟Toyota 皮实耐用 对不对 那个是我讲 我老板卖车 大概10年前的事情 那我这个车友 请我来找Solémio 大概是四五年前的事情 那个时候 这个车子一台也要20万 哇塞 各位 这个Solémio最早 在台湾最入门的STD 最洋春的这个车子 大概五十几万就有了 像我们现在看到 这是GL 比较高级点的版本 同样都是只有手牌 2.5只有手牌 2.7才有自牌 这个车子也就六七十万而已 现在这样开了20年 20多年 竟然还有20万的产值 不得了 而且一车难求 所以这个车子 这个折旧的逻辑 跟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逻辑 还真是不大一样 而且Hi-S Solémio 在台湾只有进口 这种短轴的版本 不是进口 上市短轴的版本 长轴的版本并没有 但是台湾有一些车友 非常用心 他去改华城 华城金杯格瑞斯 那个套件 前后的套件改上去 非常的气派 而且因为华城金杯格瑞斯 它也是左驾的车子 所以你改那个头灯下去 不会说像我们改日规车 这个头灯 一边高一边低 而且是跟驾驶方向相反的 不会 改起来非常的气派 这个也是台湾 这几年相当流行的一种改法 那我们现在眼睛看到这一台 这台车是我一个 我们坏朋友诚意提供的 他也是带全家一起出去玩 而且这台车呢 他非常用心 他找了这个日规的 Granvia这个旅圈 看起来非常的气派 看起来雄雄雄雄雄 因为在台湾的Solémio 只有特色车才配到旅圈 或者特别选配 一般的这种GL跟STD 它配的是铁圈夹盖 其实这个看起来视觉也不错 但是呢总是没有这个Granvia 这个臭实的旅圈 看起来这么的气派 那么这个车子呢 其实开起来你说感觉怎么样呢 我觉得开起来当然是比 之前我开过的Delica来的好一点 因为它对过去 其实也不是对Delica 它应该对的是Space gear 就是它是生用车的底盘 没有错 可是它比较面向家用车 开起来呢 也算是舒服 也算是OK 而且呢毕竟Tolota车子 就真的像我们讲的嘛 皮实耐用 这个省油 然后好开 基本上呢 你会开任何Tolota车子呢 你要开这个车子 也不是非常的困难 那这个车子呢 我觉得设计上 有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地方 我觉得它就是一台 很典型的商用车而已 谈不上说 让人家觉得 哇你怎么有这鬼东西 这个鬼东西 但是呢 你该需要的东西 它统统都给你了 那接着呢 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 里面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它毕竟是一台商用车 所以呢 这个车子 它当然它的 进去的高度 会稍微高了一点 不过对于我们这种男孩子来讲 不是什么问题 然后它这边还是有一个辅助灯车握把 让女孩子也可以进去 好 那我们走 坐进来这个室内 哇 现在外面飘了雨啊 哇塞 这怎么回事 下了太阳雨 那我们 我们来发个车好了 我们运气也蛮好了 刚刚我们在介绍外面的时候 没有下雨 我们来发个车 这个有冷气吹 挺好的 而且呢 好在这不是我的车 不然我看这个车白洗了 哈哈 这个车子我们看到它的方向盘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商用车的方向盘 就是两幅的方向盘 而且这台车是GL 所以它有配单安器拿 那好像海外部分地区有配双安 但是没有双安的版本 这边是一个置物盒 然后置物盒可以在我们往上打 但是我比较搞不懂的是 那这边的空间到底要拿来干嘛 因为我这样摸了半天 这边好像没有手套箱的东西 那至于它的仪表板 其实仪表板也是相当的丰田 就是该有的给你 然后辨识度也是很高 像我们现在 因为这台车子冷气呢 一开始 刚刚我们这外面的太阳很大 所以这个冷气 我要稍微补一下油门 那这个引擎一发下去 就可以停得出来 它就是个叠近的三号车的引擎 因为这款车的引擎 2500cc 马力只有110多匹而已 不算是很强 你像一般我们这种轿车的引擎 可能2500cc 就已经快要到200匹马力 这个车子有110几匹马力 但它的扭力输出的比较早 然后呢 这衣表算是清爽 算是这个好辨识 然后这边呢有很多空的开关 我在想 应该是日规的Granvia 顶规版本的呢 它这边的开关应该就是全满了 但至少该有的也是有啊 你看像这个电动调整后视镜啦 还有这个雨刷啦 多段式的雨刷 然后这个冷气呢 也算是OK 不过这个车子就有个通病了 就好像Honda这样 它这个冷气的出风口 你看这个扇液都会断掉 然后呢 这个不能调 咬住了 有没有看到 咬住了 不能调 然后这个印擎主机 已经改成比较新款的印擎主机 因为我记得它的水车的印擎主机 真的是不怎么样 不过毕竟呢 它是一台这个休旅车嘛 所以它的置物空间相当多 像这边有个很大型的一个置物盒子 然后呢 中间呢 它搞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这个算是 它这个活动式的餐桌啦 你说这是餐桌嘛 小朋友应该可以拿来当餐桌 是没有错啦 然后这个可以收折下去 变成一个中央亲子通道 就是学Honda的CR-V 那这个 值得一提的是 它这个椅子 前座两个椅子呢 都有中央扶手 对我这个扶手 我觉得这个用起来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适用 而且它这个椅子 这个包袱性不错 抓霹雳非常的好 当然这个车子不适合让你去山上去那边 山路那边 嘀来嘀去的 这个车子还是以舒适取向 因为我刚才开的时候觉得 我这个车的离地高相当的高啊 要抓这个角度什么的 要跟我们一般的轿车比较不一样 那当然在过弯浪来讲 会稍微晃了一点 然后呢 毕竟它这台商用车 所以像它这个遮阳板 这是遮阳板 这个没有任何的化妆镜 然后助手席这一块这张板呢 那个化妆镜也没有加盖 算是实用啊 然后这边有三排的阅读灯 至于呢 它的排档 这个车蛮妙的是 它的排档走的是地排啊 哥哥刚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发现 它走的是地排 然后它的排档并没有任何的锁 就是说 你要进R档 不会像Volkswagen 你进R档呢 你还要往下压一下 或是往上提一下 这个都不用 然后它的手刹车 也是走传统的地板式的手刹车 我觉得还算是好用啦 只是呢 它没有做上排的一个机制 让这边的空间再释放出来一些 我觉得有点可惜 而且中间就一个什么 这个折叠式的这个餐桌什么的 我觉得有点草率 但至少还有四个杯架 我觉得还算说得过去啊 好的 这是前座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外面 外面这个我们闽南话 叫做三八号啦 就是五后雷战 你下一下啪 没了 意思意思下一下没了 好 那我们接着呢 来带来后座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车窗降一下好了 OK 好 这车窗 车窗好像有点卡住啊 因为下雨的关系啊 听见下雨的声音啊 于是我的世界被敲醒 这周杰伦的哥 顺便跟大家聊一下 好 那我们接着来后座 跟各位讲一下后座的东西 这个毕竟是商用车啦 所以呢 它这个走的是滑门 但是我要跟各位再次强调 滑门是个很高级的东西啊 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SUV呢 或者是MPV 它就会把这个SUV都是啦 SUV没有滑门的 MPV会把滑门改成一般轿车式的外拉式车门 然后跟你讲哦这是轿车的高级的东西 我跟你讲不要被骗啊 这种滑门的成本很高 因为它在撞击它不能被撞开 所以它强队很强 而且我自己实际在操作就发现哦 这种东西呢 你在窄巷啦 你在车水马龙的地方 你要上下车呢 真的是比较不用担心说 像我们台湾摩托车很多啊 你打开车门会去 会去害到这些摩托车 真的是不用担心啊 那这台车的后座呢 其实我觉得舒适度也是不错 而且它有所谓的阶梯式 你注意看哦 第二排跟第三排的座椅高度是不同的 而且这个车内部空间够宽哦 第二排座椅坐进来呢 像我前面 哇这个腿部空间 还是非常的游刃有余啊 那第二排当然 它也有头部的出风口 那这边是风量 这边是温度啊 为什么温度跟风量 要坐在不同一边呢 我也是搞不太清楚了 然后这个后面呢 它是走所谓的 八人座的车型啊 就是三 这个 三三二 三三二加就是八 对没错 三三二的车型 而且这个车内部空间是宽啊 因为根据台湾的法规呢 如果你要领客户车牌 像我们后面有这个货物架嘛 对不对 你货物架的后面 还有一立方米的这个承载空间 那这台车是轻松过关啊 所以呢 它这台车是可以合法乘坐 八个人的一个设计的造型 而且里面的空间真的是很大哦 要进去第三排的座椅呢 其实一点都不难 甚至呢 像我们要从驾驶座这边进去的话 是从这边这样子 直接这样拉嘛 它没有一个便利进出的方式 那如果说 乘客坐那边进来的话 哇那就方便很多 甚至还有一个懒人的一个这个小撇步啊 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刚刚我有玩到 我们现在把这个乘客座 把它给拉 这个另外一边进来 其实你看这边空间真的是很大 所以其实我可以直接 像我的身材 我可以直接这样走进来 我们这样就进来第三排座椅 而且第三排座椅可以发现 这个我现在摄影机的高度 也是我眼睛的高度 其实相对就比较高一些 所以它做一个接地化 而且我现在人啊 跟这个头顶啊 我们把镜头转过来 我人跟头顶呢 大概还有两个拳头的距离 我在第三排 如果是第二排的话呢 我相信我人跟头顶 应该有好几个拳头的距离啊 这内部的空间感觉相当的不错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 它后面这个自货架 后面的这个空间 还有一方米 所以你如果整车满载八个人 你要载个四五个人份的行李 绝对不是问题啊 而且重点是空间很充裕啊 你看我那腿部空间非常的充实啊 那第三排呢 没有什么多什么东西啦 它不像有些车子第三排有出风口 但是它至少啊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音辉杆给你 然后这边还有个喇叭 那至于这个窗帘呢 是车主自己去加装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相当的实用啊 那这个车子 我觉得反正毕竟是 Toyota设计的商用车啊 这个各项的什么东西 都不会是有什么大问题啊 也都算是设计的很到位 那这椅子呢 坐起来相当的舒服 而且这台车是我们坏朋友 自己去找的中古车啊 那这车内装也顾得不错 看起来之前应该是家用车啦 如果你是商用车的话 不太可能有这种内装 商用车的话可能内装就 这个我们名单话叫阿里阿渣啦 就是可能内装就脏兮兮的什么的 应该不至于把内装顾得这么漂亮 所以它找到这台车 我觉得它也是相当的厉害啊 只是呢 这台车是多少啦 还是有中到一些这个 这个商用车免不掉问题 就是一些生锈啦 车顶有些生锈 但是基本上瑕不掩瑜啊 而且呢 这台车子它为了要便利女孩子啊 哇 我们现在雨下大了 我们赶紧把后面 赶快介绍完啦 哎呀这是我们在外面打野战的一个刺激的地方 来 它后门呢 是一种传统式的上线的后门啊 不过呢 它为了要便利女孩子 能够顺利开启这个后门呢 所以啊 这个上开的时候 当然会比较吃力一点 但在关的时候呢 它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拉拔 你可以直接拉 可是呢 我是觉得这个拉拔有点 不太符合人体功效 这滤脊有点问题啊 所以我在拉的时候 呃 其实我拉不下了 我还是要从后面这样子把它给盖下了 呃 糟糕了 雨下大了啊 哎呀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 这个周杰伦唱了 听见下雨的声音 啊 那我们再进来车子里面 来跟各位继续聊这台车子 好我们赶紧再把引擎发动起来 我们把储物开起来 哦 真的是运气不错 老天带我们不保 呃 我们在讲外面的时候都没有下雨啊 外面讲的差不多的时候才会下雨 基本上啦 HiS Solimio这个车子 虽然它在市场上它的碎金啊 比较不是那么的理想 但是呢毕竟它有一贯Toyota的好口碑好品质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它税金比较不理想的关系 所以这台车子其实它的销量 并没有像其他同一对手来的这么的多啊 而且呢它的世代也就这么一个世代而已啊 像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有这个继续引进所谓的Granvia 台湾现在卖的Granvia呢 那个就是原装进口了 日本原装进口 而且呢它入门款的叫做HiS 可是这个HiS跟真正的HiS其实有差啊 现在真正的HiS在台湾只有少数的水货 少数的这个拼音输入的版本进来啊 售价非常非常贵啊 我记得这个数量可能就十来台而已吧 不是非常的多哦 这个也是相当的有意思啊 HiS这个车子一下在台湾有一下在台湾没有啊 那我们现在这一台呢 算是台湾唯一有正式生产过的HiS的车系 而且也只有这一款Solemio这个车系 就是说标准型的HiS在台湾有没有生产过 还真没有 你说未来会不会生产呢 我相信是不会 因为以我们目前台湾Granvia的卖的状况 因为它把整个车系的质感都给拉起来了 所以它这个售价算相当的贵 那主要是给这个VIP接送 如果你觉得Alpha这个车子太高调了 或是太贵了那你可以买Granvia 因为同样的价格呢 Granvia的配备也是配套保的 而且空间更大 我觉得做起来我也做过一两次 做起来也蛮舒服的哦 所以呢这个车子你说HiS以后 会不会再重新进来台湾呢 我觉得这个几率是不大啦 因为商用车的市场就那么样子 台湾不要忘了 还有一个万年样金就是德利卡 德利卡这个车子在台湾 已经生产了30年了吧 应该有30年了 还没有传出要改款的 而且还没有传出说会停产的关系 所以你说HiS这个车子有必要再进来吗 我觉得也没必要 那毕竟它现在已经整个升级Granvia 这种高级化的形象上去呢 我觉得那就让它继续高级化下去 就不需要再去走这些低端的这些路线 我相信这也是台湾Toyota它的一个市场的策略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影片呢 跟大家聊聊ToyotaHiS Solemio 这款有趣的车子哦 真的在当年哦 这个车子不是市场上说的第一 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讲哦 这个车绝对是中古行情保值度的第一名 这个车真的是有过厉害啊 天啊这个车子竟然 实至尽是呢还是 你要看到它正常报废还真是不容易啊 这个车子只要一丢出来 十几万哎呀马上被人家买掉 实际上马上被人家买掉 不像德里卡 德里卡基本上都报废 然后都被这些第三世界给收走 这个车子呢一旦报废了 轮不到第三世界 我们台湾自己就把它收走 想办法拿去做这个零件车啊什么的哦 这个车真的是很厉害 也让我们再次见到丰田的好品质 好的以上呢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大方出去我们这台车的坏朋友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内容 我是Celsior 我们下午再聊哦 拜拜